在這幾天以來,從4月26號我們宣布金竹凱道,包括到4月27號我們舉辦反核的遊行,成功的佔領忠孝西路,這些行動都是因為政府獨裁的要決定強行新建議, 所以引發了人民的公民不合作的行動,但是在這段時間,這些人民自發的抗爭和平行動中,卻一再不斷的受到警察暴力還有惡意的攻擊,我們對於政府這樣暴力壓制人民硬件的方式,表達嚴正的抗議 4月28號的凌晨,在忠孝西路前,是3月24號行政院的血腥鎮壓之後,國家機器在短時間之內再次暴力對待手無寸鐵的人民 很多人會說那證據在哪裡,所以我要告訴大家是目前除了衛福部統計了54人受傷之外,目前我們已經收集到78人回報他們當天的受報情形 還有相關照片以及影片,至少有23位朋友表示他們在428當天遭到警局攻擊 當時在被逮捕的狀況之下,是在公園路的鐵欄杆第一排 那個時候狀況是,鐵欄杆剛要被抽走,民眾開始剛要往後退,慢慢開始往後退 可是因為後面人太多,我在第一排根本推不到後面去 警方直接強勢逼近,他們一步一步拿著盾牌往前直接推,當下我被推倒了 然後我被推倒的同時,有一個中正一分局的偵查組的收證人員,當下馬上把我的面罩搶走 然後抓著我的腳,把我往警方後面的陣營拖過去 然後在拖行的途中呢,只有聽到有一個聲音說 這個打警察啦,結果所有的警察看到我 馬上只要看到我在地上,有腳的用腳踹,有騎沒棍的用棍子碰 有盾牌的,就用盾牌往身上打下去,對 然後中間還肩附上,怕吼依西亞,這個該打,等等報復性的字眼 中間讓我覺得就是,我非常的,中間我受到非常多的傷害 同時,在這麼多人圍毆我的狀況之下,我根本沒有辦法反擊 甚至根本不用說,如媒體或警方所宣稱的,我有鎖取盾牌 在那種狀況之下,我一起身,我馬上把我的雙手舉高 馬上大聲宣打說,我不會反抗,我願意配合,請不要上我靠 但是警察依然,所有警察依然繼續對我造打 有的叫我坐下,有的叫我要跪下,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聽誰的 可是,只要我不聽那個人的命令,他馬上會再拿,用警方甩棍再把我打一頓 然後叫我聽他的指令 最後,中正義分局的指揮,當場的指揮官 呃,就是下令說要把我上靠 可是在上靠的過程中,他僅有草草宣讀,我是妨害公務 可是並沒有告訴我,我可以行使什麼權力 同時,他也沒有告訴我,今天我是因為什麼樣的舉動而妨害公務 然後就直接把我上靠,然後交給大安分局的偵查組的人管束 照片的話是那個,另外那個,呃,我們的朋友那個,鐘森雄拍的照片 那他,拍的這個畫面是在天橋上面 那其實今天很多在,如果那一天428有在天橋上的,呃,媒體朋友可能就會知道 那一天是有PD小組,就走上天橋來 那把我們所有的媒體,包括一般民眾,都把,呃,趕下,就是趕下天橋這樣的部分 那我不曉得就是說,這樣這個,呃,我們從這樣的一個制高鐵拍攝 到底哪一點會妨礙到警察他來行使,呃,他的,呃,公權力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呢,其實已經有妨礙到我們人身自由 以及我們新聞採訪自由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對,那,像,呃,那在中校西路上呢,那我個人那一天,其實也有,呃,在被警察 因為我拍攝,拍攝一個被警察拖進警政當中的民眾 那就後續,那個警察也不由分說,就看到我在旁邊拍,就把我也拉進去,這樣子 那他也沒有,我表明說我在進行採訪,那他們也沒有在理會 就一直說,欸,往後退,往後退 對,然後就幾個人包上來,然後把我身上的安全帽啊,然後把我眼鏡拿掉 我本身有戴眼鏡的,然後現在戴引擎眼鏡 這個國家已經瘋狂了,已經喪失理智了 這幾天的新聞,大家知道,前幾天,法務部部長羅因雪才剛批准了五位的死球的執行 這幾天的新聞,這個政府,不斷地在重複,殺人,打人,跟噴水 大家也看到昨天,一個所謂號召 大家坐捷運,的一個轉貼的,一個網友 被警方,一路追到,一路追到嘉義去,今天要把他帶上來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現在這個國家空權力失控的狀態 即使假設,323,428,兩天,在行政院,在中校西路 警察都是合法正當的在行使他的公務 那,這些記者,在旁邊,行使他的採訪行為 行使他的採訪自由,也沒有違反到他的公務 的執行,也沒有影響到他的公務的執行 所以我很難想像說,到底呢,這個時候警察可以用什麼理由 可以用哪一個法律的條文,來執行他把這個記者 事先驅離的這樣子的一個,正當化這樣的一個行為 在台灣的記者,你們上街頭去採訪 已經需要做一些防備的措施 甚至小海他說他要買那種,我不知道是不是哪裡買的那種背心 就是可以防打防撞的 那其實,在小海的臉書上,他都說他已經被警察打過了 那我覺得這樣一個情況呢,其實變成是很多記者朋友 可能都會遇到的情況,就是第一時間通常都會被警方隔絕 那可能我們都是自己想盡辦法回來這樣子 但是更多的情況是,就像這張天橋的狀況下 就是不管是民眾或記者,就是不由分說的一律排除 那我必須要講的是,包括說我們現在的大法官 市憲文689號裡面,其實也有在規定就是說 我們任何人都有採訪的權利 那所以就是,我認為警方他在這次的行動裡面 反而卻是有意識的去優先去排除有攝影能力 有拍照能力的人 現在已經台灣的記者已經到這樣的地步了嗎 是不是已經到這樣的地步了 那台灣的媒體,為什麼警察 或者說我手上拿的這張國家暴力 他們已經不讓你們去做採訪了呢 那表示他們的心態是什麼 我們簡單講就是心虛嘛 就是想要掩蓋一些事實 讓大家拍不到,讓民眾拍不到 讓民眾看不到 今天凌晨三點的時候 我們所在的位置是在凱撒飯店外面的中校西路上 警察呢,仍然是用水車以及警盾 盾牌跟警棍一直往我們逼近 那現場有很多的學生跟公民 他們在我們的前面組成了非常厚的人牆 不斷的喊著帳篷有小孩,帳篷有小孩 帳篷裡面確實本來是有小孩的 因為他們已經睡了 但是警察仍然繼續的往前推擠 並沒有派出遠景或者是女性遠景前來做勸離的動作 用一樣的手法 水車跟警盾優勢的警力一直朝我們逼近 我們在最後的一個 並且我們在最後的時刻 透過這些民眾所拉起的這個人牆 我們已經安全的退到人行道上的時候 我們的帳篷還留在中校西路上 那當時警察過來的時候 把這個帳篷一把舉起 就摔向隔壁的對象的這個車道 並沒有事先去確認 這裡面到底還有沒有小孩 有沒有人在裡面 就在我們現在開自動會的同時 已經有一群公民朋友 在那個天橋上掛下譴責國家暴力 新聞自由到第二個布條 所以如果各位媒體記者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過去那個天橋拍攝 已經有公民朋友做了在那個天橋掛布條 做了一個這樣子的抗議 請いただきます 那麼多結帳 請多個個結帳 請多個結帳 我因為戶口 和北朝平 請多個結帳 感谢观看